歡迎收聽星期二 到英國新聞報導 今天是8月5號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波仔 在此首先歡迎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和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我們 第一則新聞 英國保守黨黨魁選舉 昨晚舉行了最後一場電視辯論 我們上場位C表明 如果當選手上不會訪問台灣 但是承諾保護台灣免受大陸威脅 形勢落後的另一位候選人 前蔡雙薪惠成 就繼續批評卓偉斯的經濟政策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近日訪問台灣 也成為昨晚辯論的議題之一 外相卓偉斯表明 一旦當選 將會進從政府慣例 不會訪問台灣 但是承諾會保護台灣免受中國大陸威脅 卓偉斯說 我們要確保好似台灣的民主政體受到保護 我前一日和七國集團外長發表聲明 關於台灣的監難局勢 對中國大陸發表的措辭升級 表達關注 當被問及英國是否應該協助武裝台灣 在台灣的時候 蔡偉斯回答說 英國已經有許可可運送武器設備去台灣 文條顯示 蔡偉斯在保守黨內的支持度接近六成 領先對手前蔡雙薪惠成 優勢進一步擴大 言論銀行早前預測 英國今年將陷入衰退 通脹創42年來的新高 曾偉成就在經濟議題上批評蔡偉斯 例如批評蔡偉斯的減稅救市倡議 只是會適得其反 曾偉成說 如果在通脹問題上火上加油 所有人將會面對更高的按揭利率 儲蓄養老金被蠶食 為幾百萬人帶來痛苦 我不想看到這個情況發生 所以就建議 應該先專注控制通脹 保守黨已經開始向大約16萬名黨員 寄出郵遞選票 投票結果將會在今年9月初出路 勝選的人將會出任手上 接替一項信的位置 下一則新聞 加拿大國防部長阿南特 星期四宣布加拿大正向英國 派遣多達225名軍事訓練員 訓練烏克蘭軍隊 如何對抗入侵的俄羅斯軍隊 這批加拿大的軍人 最初會住在英國大約4個月 他們將會和英國、荷蘭和新西蘭的軍人 一起在英國培訓烏克蘭士兵基礎置息 加拿大國防部長阿南特說 在我們的盟友和我們的合作伙伴 受到攻擊的時候提供幫助 是我們應該去做的 作為一個國家 與烏克蘭和我們的盟友並肩作戰 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在今年6月 英國首相約翰遜首次提議 在英國舉辦一次培訓任務 加拿大國防部長阿南特說 加拿大致力於支持烏克蘭的短中長期國防需求 所以我們正是履行承諾 在統一行動下恢復大規模訓練 英國國防部長華麗士也發表聲明 歡迎加拿大的決定 下一則新聞 根據租房網站Spaire Room的數據 英國在2021至2022年間 有50個城市的租金都錄得上帳 其中有40個地方更是錄得創紀錄新高 首都倫敦租金最便宜的地區位於東南部的Abbywood 平均每個月租金大約620英鎊 而倫敦西區和蘇豪區的租金位於榜首 每月平均租金高達1229英鎊 其次就是西敏區和貝爾格萊維亞區 平均每個月租金達到1097英鎊 而西倫敦白雀宮就是排第三位 平均租金是1060英鎊 數據顯示 英國租金最便宜的城市是達寧頓 當地的平均每月租金只是391英鎊 而英格蘭的西部哈德斯菲爾德市 和北部的米德爾斯伯拉市 就分別錄得394英鎊和396英鎊 就排在最便宜租金的第二位和第三位 租樓網站Sperer Room的負責人表示 英國通脹率只是幾十年來的新高 能源費用也會在今年10月再次上調 現在租金錄得創紀錄新高 租客將會在冬季來臨的時候陷入困境 Sperer Room的負責人呼籲政府尋購方法 為所有人提供好負擔房屋 而不是發放資金協助民眾支付房租 同時他希望這次的租金名單 可以協助民眾思考一下未來的居所 下一則新聞 英國政府最近在警車上安裝了AI系統 能夠在路邊監測其他行駛車輛的車廂狀態 例如是司機有沒有在開車的時候用手拿著電話通話 又或者乘客是不是已經佩戴好安全帶 傳統的監測車輛安全駕駛的儀器 只是用徵速攝影機去判斷司機行駛的時候有沒有超速 但就沒有辦法監測到司機在車廂裡的其他違法行為 根據英國《衛報》報導 英國警方最近在部分警車上安裝了幾個鏡頭 能夠捕捉往來的車輛的影像 當警車停泊在路邊的時候 車上的AI系統就會分析車廂裡的圖像 檢測車裡有沒有人進行任何違法行為 例如司機在行駛的時候有沒有用手拿著電話通話 乘客有沒有配戴好安全帶等等 英國警方表示這個系統首先會在Walwick的道路 進行為期三個月的測試 期間如果發現有人進行嚴重的違規行為 或者會被起訴司機就會收到警告信 這個試驗是英國國家高速公路公司計劃的一部分 目標去到2040年在它的公路網絡上 防止任何死亡或者嚴重傷害 這間公司表示未來或者會在警車配備一種可以檢測車輛之間 行駛距離有沒有過近的技術 下一則質問 根據英國星期日電信報報道 豐田汽車向英國政府表示 如果英國政府為了減碳計劃 而在2030年禁止售賣油電混合電動車 豐田汽車有可能撤出在英國當地的汽車生產 消息指豐田汽車向英國政府提出的訴求當中提到 英國政府對於油電混合動力車的銷售管制 不僅影響到豐田汽車的生產和銷售等等的事業活動 也都影響豐田在英國當地的未來投資 英國政府已經決定在2030年的時候 將會禁止汽油車和柴油車的新車銷售 但在油電混合動力車的銷售方面 就打算允許油耗表現比較好的車款 可以銷售到2035年為止 英國汽車業界和環保組織 正是計劃在2022年底前 將會完成相關基準的制定 不過到時候除了一部分的插電式油電混合動力車之外 其餘的車可能都沒有辦法被列入 可以發售的清單裡面 下一則新聞 根據英國《每日郵報》報導 早前英國蘇格蘭有一個男人 將一名陌生女性在碼頭推下海 然後在最近的審判裡面被定罪 在審判中這名蘇格蘭的男子聲稱 自己的犯案動機只是因為覺得有些有趣 這個男人的瘋狂行徑 令受害人的頸部身受重傷 然後淹死了 格蘭斯哥高等法院審判這個男人 犯了過失殺人罪 將會在今年9月判刑 這名29歲的犯人本身患有學習障礙 他在2021年4月23日的時候 在海倫斯堡碼頭 將這名25歲的女子推下海 之後警方和醫護人員說到現場 但是這名女士的頸部嚴重受傷 搶救後不致失望 這名犯人向法官辯稱 這是一個意外 我只是覺得有些有趣 所以就推了她一下 不知道她不懂得游泳 負責起訴的控方律師 就提出壓倒性的證據 指控這名犯人 退死者下海是故意行為 由於案件的不尋上升 案件押後到現在才有判決 格蘭斯哥高等法院發表聲明說 判處這名犯人過失殺人 在今年9月就會判刑 今集的節目時間又來到尾聲 最後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見識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 Patreon頻道 月輝贊助我們 下集再見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這個VPN 這個叫做 Private Internet Assets 簡稱PIA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驚發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沒錯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就是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我們也算過價錢 看過其他那些 這個也算是便宜的 有競爭力的 而且這家PIA是美國公司 另外一個比較熱的 Shakshak 應該是芬蘭公司 現在他透過我們的連結 去加入VPN計劃 想有82%優惠 再加三個月的免費 海外用戶更加可以用PIA上網 看ViuTV 這些節目 不用買TVbox 也挺好處的 簡單一擊這個PIA 就可以連接到香港通道 直接可以置身香港一樣上網 海外你也可以用 因為有些人如果要看ViuTV 海外看不到 如果要用這個 海外朋友也可以看到ViuTV 這個也會贊助我們 所以你加入這個就等於支持了我們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一個 也有實際用途 這個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